我是WOW Channel的Binlo 很高興邀請到Bion做我們這個訪問 Bion 你好 我想問問你 你又是音樂人 又是滑板教父 亦都是演員 我想問問你為什麼當初會想開這間Handsome Factory Baba Shop 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經常都喜歡Barbara這個文化 Barbara Shop 這個文化 香港就越來越少 一直都沒有 去到2015 我有這個機會找到我的朋友 是展開頭髮的波 我就說 我們開個Barbara Shop 波波現在差不多每天都有15至18個客人 我們有一個波波 去到現在我們有23個Barbers 所以其實這件事我們是宣傳所有事情 Barbara的做法 所有事情是做得很好 我聽見你剛才說宣傳這個文化 其實這個pop up store 其實是否想帶出這個文化呢 還有為什麼當初會開這間pop up store 當初會開這間pop up store Langrofit找我們 我們想找Handsome Factory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一向做pop up的 如果是pop up 你給我一個位置 我就設定整個Handsome Factory的樣子 就像你見到後面那樣 就連黑白地下 我們的Belmont Barber chair 真的classic Barber chair 我們會帶過來 我們找我們的Barber一起和你做 那麼Feedback so far actually pretty good OK 這樣之前都是以男師傅為主 陸續都加入了一些女師傅 那為什麼會呢 其實傳統Barber shop 其實如果客人 全部都是男士來的 但如果做Barber 其實男女都有的 OK 因為其實很久以前 女Belmont Barber 其實很多都很厲害的 但很多其實美國 他們被人歧視的 反而我就想做一件事 就是我不想做這件事 我想如果你有料 你會剪頭髮 你會做一個好的Belmont Barber 我們就去地獄請你 尤其是那些女生你有料 我們可以更加push你 promote你 在我們的店裡做 的而且真的 譬如我們 我們現在有 其實暫時只有兩個女師傅 Cherry 其實在我們的Barber Shop 裡面 原本做Shopkeeper 然後她學做Barber 後來年紀 現在變成一個 我們Top Barber之一 好厲害的 所以其實女Barber 其實是一個普遍的東西 不多 但是普遍的東西 而且我們想push這個文化 告訴大家 其實Barber不一定要男女 都可以 除了Barber之外 現在香港 就是日生月異的 有沒有一些新的元素加入 我們的做法 就是這個50年代的Classic Cut 這個是我們 保持著的方向 因為上一部 剪來剪去都是一兩個款 三四個款 其實我們Barber Shop 其實是一間飛法店 你進來 你想剪什麼頭 我們就幫你剪 What kind of hair 就是我這個叫做Side Part Pompador 但是其實你要slick back 你要幹 你要cool cut 你要幹 你長頭髮要剪 總之你想剪什麼頭 我們都會剪 所以其實基本上 那些人經常 經常有時候會問我 如果非法寶 那些頭髮不流行怎麼辦 人一定要剪頭髮 對 不會跟你說 如果不流行剪頭髮 全部清朝流長頭髮 那怎麼辦 如果去到那個位置 我都沒有計 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已經投降了 但是如果你說剪頭髮 剪頭髮 是不是都會剪的 不會不流行的 剪頭髮 就是這樣 知道你喜歡玩音樂 那你會不會 自己作一首主題曲 給Handsome Factory 會 不是 其實 其實作歌這件事 其實真的有感覺 對 如果我們一群兄弟 踩踩踩踩 有些東西是對 關於Handsome Factory 或者剪頭髮的東西 為什麼不 我們會做 講到那件事 就是這樣才叫做原本 很期待你的首歌 到最後 關於POP UP STORE 你有沒有想多謝誰 當然我們要多謝Lane Crawford 就是我們 信我們Handsome Factory 這個Barber Shop 真是一個香港的 一個Barber Shop 當然如果你要多謝 多謝Vivi 我們的Manager 當然我們所有的Barbers 因為他們都是 很辛苦 很努力 很勤力 做好他們的本分 做好他們剪的份 所有Barber 所有我們的Shop Keepers 我們要多謝 所有我們的 我們是一個Family 對 對 我們這裡的POP UP Lane Crawford IFC這邊 Manswear這邊 就是我們是 27、28、29的9月份 就是10點 去到8點半 下來Booking Make a Booking Now Thank you Peace What up what up 這是JBS 到客餐廳 24ERB You know what, wow 看好 看看 有個Factory 萬寶 平定 為一個晒 零 公務 谢谢观看